好这个凌晨花莲近海呢发生规模6.6的地震 余震是数十起 那么镇央视附近居民一夜未眠 那么安通文建站历史悠久的梁亭也不幸遭殃了 是全回倒塌 那么一早巡视部落的村民来到文建站 看到梁亭倒塌直呼太恐怖了 那么县长徐正卫来到南区刊载表示 可以全拆也建议给长者们来植栽 梁亭的白色屋顶就硬生生的倒塌在草皮上 还能看见梁柱也都毁损散落遗地 这里是玉里安通部落里面的 安通文建站历史悠久的梁亭 平常长者都在这里聊天 看到变形的梁亭直说地震太可怕了 天亮的时候就过来巡视 梁亭已经倒塌了 还要穿那个遼忘台稍微地震静 那到万里震静 通常有说人家会去那边运动嘛 要做休息啊 还好晚上白天后就万里震静 县长徐正卫在地震发生后 当天下午就到南下来御里 副里传出灾情地区来勘灾 县长就带着相关客室主管 透过会勘尽快来为民众排除困难 把他拆掉拆掉整理好中花或是中菜 食荣标运嘛 好不好 在这里如果未来还有一些余震 各位乡亲 能够一定要遵守的我们这个防震 防身的这个基本的 这个基本的动作 一整的方式让大家一步一步一步 临晨花莲静海发生规模6.6地震 余震数十起 镇央附近居民是一夜难睡 安通文建站历史悠久的梁亭 也不幸遭殃全回倒塌 一早巡视部落的村民来到文建站 看到梁亭倒塌直呼 这地震太大好恐怖 县长徐正卫来到南区看载表示 可以全部拆除 建议给长者们来植栽种植物 记者高双双玉璃震 采访报道